白嫖区块链精彩资讯先发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奔跑财经的壮者 随着花卫戒备等各种可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台 让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购物 那在过去的十年中呢 微金融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 仅仅是小额贷款来说啊 全球的年增长率为11% 贷款总额达到了上千亿 看似数字惊人 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由于全球金融服务覆盖率较低 全世界仍有17亿人得不到任何金融服务 那在传统的借贷服务中呢 审核手续繁琐 借贷手续费过高 让储户以及借贷用户不能有更大的福利的问题啊 都导致部分用户无法借贷 或者资深情况不允许借贷 而在开放金融中 由于去中心化的原因 使得手续逐渐简化 储户就是DeFi服务的用户 他们把自己的以太坊 或稳定币等加密货币 通过金融应用 借给真正需要借款的人 由于自动化操作 平台运用成本较低 对于借款人来讲 所需要付出的利息 也可以降低到很多 虽然呢 开放金融到现阶段 已逐步显示出来了优越性 但由于还不太成熟 对于信用评估的问题 还需要不断改善 目前啊 已经有不少的机构 给出了部分解决方案 例如建立一个拥有足够数据 加上工具的专业风险评估人员网络 以做出适当的信用决定 或者呢 借款人必须直接得到 贷款持成员的批准 通过邀请接待 解决违约率高的问题 开发技术 持续创新 不断解决问题 相信不久的将来 区块链带来的金融新发展 将会解决大部分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对区块链感兴趣 就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